陆毅回府时已是深夜 在朝雨里审讯颜绍穷几个时辰 他仅仅吐出一点东西 然而这点东西几乎对颜石藩造成不了任何不利影响 陆毅虽然明白 让颜绍穷完全供出颜石犯罪证是急不来的 不过现在皇上对于颜绍穷审讯结果催得急 这让陆毅也有些心交 因为若是再耽搁下去 皇上可能会下指放了颜绍穷 这样下去之前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卧房里亮着烛光 这个时候了天下还没有睡吗 陆毅推门走进房间 见金夏坐在桌前 一只手撑着头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这么晚了 还没睡啊 陆毅走到金夏身边 轻抚他的后脑 在等待着 金夏抬头看向陆毅 他看起来很是乏裂的样子 他有些犹豫 到底该不该向他求证金人颜石藩 告诉他的事情 问的话 他觉得这样怀疑陆婷不是很尊重 不问的话 他心里又控制不住胡思乱想 我 我有件事跟大人说 金夏经过一番积业的思想挣扎 决定还是问出口 何事啊 陆毅一边脱去后中的飞鱼服 一边晃了晃自己酸疼的脖子 今日 严实翻来找我了 陆毅顺近脸色一变 回头看向金夏 你没事吗 他有没有欺负你 陆毅握住金夏的胳膊 上下打量金夏 想要确认他是否有过受伤 没事 他没欺负我 金夏摇摇头 不过很糟糕的是 他已经知道我的祖父是吓人了 陆毅心中瞬间一沉 握着他胳膊的手 竟然微微颤抖起来 所以他 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吗 他 他还跟我说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话 金夏小行医看了一眼陆毅 什么话 陆毅的直觉告诉他 严世帆应该已经将当年吓人案的真相 告诉金夏了 他的手从他胳膊上无力滑了下来 多年来经历过太多大风大浪 可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 内心极度忐忑不安 严世帆说 当年害死我祖父的 除了严家 还有 金夏突然紧张起来 双手不由得紧紧握成拳头 他害怕极了 害怕从陆毅口中 得到他害怕听到的答案 严世帆说 当年逼迫求生写弹劾信的 金夏脚中下沉 努力地想要问出口 可是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问不出来 是我爹 陆毅无力的 身避了下双目 直到如今 已经没办法了 他只能选择 告诉他实情 你爹 金夏耳边嗡的一声 握紧的拳头微微颤抖着 他皱了皱眉 努力地想要自己狂跳的心跳停增下来 努力地想要自己狂跳的心脏平静下来 所以 真的是你爹 害死了我祖父 金夏垂目 声音细如闻 像是在自言自语 是 当年的确是因为我爹他 所以 你是我仇人的儿子 金夏打断了路易的话 抬头开向路易 泪水涌上了眼眶 金夏 你听我说 金夏的样子让路易心里难受极了 握住他的手 想安抚他的情绪 可是却被他用力挣脱开了 你都知道 你一直都知道 金夏突然觉得身体 仿佛被一喷冰水 从头淋到脚 身子是冰凉的 心里也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才知道了我是吓人孙女之后 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你是害怕我找你报仇 还是你看着我这个样子很可笑 金夏的胸口仿佛压了一块巨石 呼吸困难 心脏抽疼的 太快要轰死过去了 金夏 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 他的反应让路易痛苦地 重重叹了口气 想要靠近他和他解释 可是却又不知该怎么解释 似乎现在 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难怪 难怪你全段时间如此反常 金夏我终于明白了 金夏晚活退了一步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眼前这个男人是他的夫君 是他深爱的人 可是他的父亲却害死了他祖父 害得他家破人亡 他该怎么办 该如何面对他 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真的好悲哀 欢欢喜喜嫁给了他 以为他嫁给了这个世界上 他最喜欢的人 从此以后他会很幸福 可是他的幸福 不过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他这段时间把仇人 当作父亲一般关心 他觉得他已经没有脸 去面对下家立嘴列宗 以及他死去的父母祖父 金夏我承认 前段时间是我瞒着你 没有告诉你的实情 我只是 只是没有考虑好该怎么做 怎么做 才能把你的伤害降到最低 路易走进心下 可是他才靠近他一点点 他却往后不停地推 似乎极度抗拒他 他的反应让路易心中 撕立般疼痛 他终究 还是恨他了吗 够了 够了 金夏痛苦地捂住耳朵 不停地往后推着 你别说了 不要再说了 他现在脑子里面一片混乱 已经没有办法再和他说下去了 不管他现在说什么 在他这里都是一把刀子 一下一下地 刺进他的心里 惊吓 路易停住了脚 小心翼翼往后退了几步 离他远了一些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乱 我不会再说什么了 你能出去吗 金夏看向路易 突然自嘲地笑了笑 不对 这里是你的家 你要出去 也是我出去 他用手背擦啊擦脸上的泪 往门口走去 金夏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路易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不知道 我只要一个人待着 想好好想一想 想好好想一想 金夏扶掉路易的手 求你了 让我一个人待着 可以吗 好 路易重重叹了口气 现在太晚了 你不能出去 我去书房 你一个人冷静一下 建金夏没有说话 也没有自想离开 路易离开了房间 却并未直接出书房 而是在房门外待了好久 建他没有出来 他才去了书房 但却始终不放心 担心 担心 静下一个人 深夜跑出去 他现在 情绪不太稳定 三更半夜 若是他出了路府 他担心 他会有危险 他来到路府大门 吩咐找位 若是夫人在天亮前 要求离府 已经要先拦他 再去书房通知他 再去书房 再去书房